接下来回来收看这个礼拜用心顾健康的单元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感冒的人数飙升 那有民众是想要自费来打这个流感疫苗 不过找了好几间诊所 结果都被告知缺货了 诊所的医生就透露出 其实往年的存量是可以用到2月 不过今年已经提早打完了 看得出民众今年施打的比较踊跃 而至于新冠疫苗 他们特别提起年轻人也不要轻忽 因为如果没有打XBB疫苗的话 就相当于几乎是没有保护力的 疫情在升温民众怕被传染 想要赶快打流感疫苗增加身体保护力 但现在想要接种可没那么容易 只有新北市新庄的民众在地方社团发文询问 哪间诊所还能自费施打流感疫苗 打电话问了很多间但都说已经没有 自费流感疫苗 我们今天早上都打完了 比去年永悦很多 我们已经加购很多 还是全部都打完了 医师山前俊就说公费流感疫苗 目前还有存量 而一般民众自费施打的疫苗 往年到2月都还有剩 但今年已经提早接种完毕 新冠的感染率有增加 流感好像还是方心为爱 年轻人也不少 其实自费疫苗或公费疫苗都还有一些 如果你没有打针的话 你的症状真的会非常严重 医师车身威也说疫苗还有但也只剩一些 肺炎链球菌13架23架存量也越来越少 而且农历过年紧接而来 要打疫苗得提早 因为病毒很凶猛 甚至有人流感新冠两种一起得 真的是可能有发生的 我们甚至也有同时发生 各种病毒一次重还会让症状更严重 拖更久才会康复 这个状况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可能会发生 主要是看个人的身体状况 至于新冠跟流感疫情最新统计 新冠病发重症一周增加360例 流感则是20例 都是呈现上升趋势 内流感单周10.9万人就诊 更是近4年来新高 疾管署发言人罗一军强调 即使曾打过旧版新冠疫苗 但也已经很难抵抗新变异株 尤其年轻族群别以为没打没关系 至少都应该施打一剂XBB疫苗 才能够有最好的保护力 报道新闻综合报道 去年从11月开始 人工类疫的药品 类染点演绎 退出了健保给付 因此它的替代用药 艾特类供货就大幅的增加 因此出现了短缺的情况 预计4月就可以获得缓解 所以民众不需要囤货 也不要冷藏 不然会影响这个药品的品质 另外因为新年将近大家大扫除 会发现家里有一些药品 可能是疗程已经结束 过期或是开封很久的 都可以丢掉了 不过药品要怎么丢呢 千万不要直接冲到马桶 或是丢进垃圾桶 一起来看 近期健保给付的人工类疫艾特类出现供货短缺的情况 然而石耀署署长表示 主要是因为补足其他厂牌 退出健保市场的需求 因为它药品的包材 供应不足原料短缺等因素 那持续无法足量的供应 所以它一直在控货 也像是就是说有供应 可是没有办法说完全满足在 就是市场的需求 日季四月初就能恢复正常供应 这期间可以选择其他同成分 同剂型不同含量的药品 买回家来替代时也要注意 应先看看说明书上的指示 一般药品通常存放于室温即可 开封后也要助记当天时间 并将干燥剂棉花等取出丢掉 使用完毕后也要确实密封 并存放于儿童不义取得处 药品冰进去冰箱之后 它整个表面温度也会变得比较冰 那再把它移出来到室温的时候 室温上面的这些水蒸气 就会凝结在药品或包装的表面 药品堆积如山 新年到可以来个断舍离 若是疗程已经结束 却还没有服用完毕的药品 就可以丢弃 或是已经过期开封已久 甚至是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封的都不要 口服药外用药膏不能超过半年 眼药水等不能超过一个月 但是要丢之前也得先看看药袋资讯 条件日期很重要 因为虽然都是一样的药 可是它是五月拿的十月拿的 跟十二月拿的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意义 因为跟我们拿到的这个时间是不太一样 从药袋上可以看出药品的种类 如果是特殊药品建议拿回医疗院所处理 一般药品则可以直接丢进垃圾袋 至于药水则比较麻烦 要先将塑胶袋放入咖啡渣茶叶等吸水物之后 再将药水倒入才能密封后丢弃 若是直接冲入马桶或水槽 会严重污染河川 过年将近除了整理家里 要出国旅游 有慢性病用药或常备药 都得随身携带 旅游也能更加顺畅 包含了较声音张凯一 台北新报导 现在民众常常三餐都在外面吃 所以在饮食上一定要特别来注意 营养师就盘点了十大常见的 伤胜食物 第一名很多人都想不到 竟然是珍珠奶茶 再来就是日式拉面还有炸鸡排 为什么呢 医师提醒就是因为这些食物 主要都是高糖跟高盐 那高盐高糖 其实对我们的围血管负担都很大 那它肾脏它主要的构成都是围血管 所以就会因此造成围血管受损 保养肾脏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多喝水帮助代谢循环 油油亮亮的鸡排 从油锅中夹出来炸得金黄酥脆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不过这么罪恶的食物 竟然还不是伤肾食物的第一名 正在伤害肾脏的食物排行榜来看 第一名竟然是珍珠奶茶 因为它不属于奶类而是油脂类 高热量高果糖是伤肾的两大原因 再来是拉面一碗含钠量高达2000至4000毫克 容易造成血液中的钠离子飙膏 除了造成肾脏负荷伤害血管 更可能造成水肿高血压以及痛风发作 而炸鸡排则紧追在后调味高盐糖 如果还没有按时换油 可能把致癌物与重金属吃下肚 导致致癌风险升高 另外像是三餐首选的三饱饭 也应该避免肥肉鸡皮鸭皮 或是到豆浆店来一碗锅贴 或是烧饼油条都上榜 但想吃也不是不行 医师提醒一定要多喝水 那保养肾脏最好的方法 事实上我们都会跟病患讲说 最想法就是水分要喝够 如果你本身没有肺水肿 没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一天的水分至少都要喝到2000cc左右 补充足够的水分 才能帮助身体达到循环代谢 加上运动效果还会更好 不过生活日常上 饮食方面还是要多加留意 避免高油盐糖的加工食品 才能根除伤胜的最大元凶 巴士文老师姻张凯奕台北曾报导 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炸鸡排 或是甜点蛋糕 在不同的时间吃下肚 其实对我们体重造成的冲击 是不一样的 如果真的忍不住 很想要吃的时候 可以选在下午的时候吃 主要因为下午这个时段 我们人体它胰岛数的分泌规律 在下午代谢会比较好 所以是一整天当中 营养师所谓的瘦身时段 而从晚上到睡前 这一段时间是所谓的肥胖时段 因为这个时候 胰岛数的分泌是下降的 很容易吃多少就胖多少 炸的金黄酥脆香气 四溢的咸酥鸡香鸡排 是不少人下午茶或宵夜时段的最爱 不过同一块鸡排 在这两个时段 吃下肚对体重造成的影响 却是完全不一样 怕胖就选在下午茶吃 因为下午是所谓的瘦身时段 就是非夜班的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在晚上我们胰岛数的分泌 是会比较少的 对所以在白天的时间 胰岛数分泌比较多 那因为糖的代谢 其实会跟胰岛数相关 就是需要有胰岛数来辅助 对所以会建议 其实如果希望可以吃甜食的话 会建议在白天的时间吃会比较好一点 受到胰岛数分泌的高低影响同样的时间 在不同时间吃身体代谢完全不同 白天起床到中午之前是消化器官代谢废物的时候 要吃的清淡一点 下午是一整天当中消化器官最活跃的时期 也被称作是瘦身时段 晚餐到睡前肠道蠕动减慢 最容易及时发胖 如果真的想要吃甜食 跟着正餐一起吃 也能降低热量吸收 建议可以在餐后时间吃 因为正餐时间我们会吃一些 就是蛋白质跟膳食纖維 它其实都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对于我们吃甜食来说的 副作用对人体的影响会是比较少一点 睡前肚子饿也可以靠按压耳朵穴道来缓解 胃在耳朵中间的胃点 可以防止脂肪堆积 按压耳垂则可以降低食欲 耳朵上缘的耳神门 则可以对抗肚子饿的暴躁 耳小骨下方可以产生饱足感 就算是高热量的食物 在对的时间吃 都能够大大降低肥胖指数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道 上班在位置上面坐太久 或是低头玩手机姿势不太正确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出现一些 肩颈酸痛的问题 那除了可以透过改善姿势来缓解 其实您知道吗 吃对的食物也可以多少有帮助的 营养师就建议可以多吃 颧骨杂粮还有坚果类 少吃油炸或者是烧烤类的食物 才可以帮助肌肉缓解酸痛 在位置上坐了太久 感觉到肩膀脖子僵硬酸痛 有不少人是因为上班久坐 也有些人是长时间低头 滑手机使用电脑 此时不良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出现肩颈酸痛 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吃也很重要 过去其实有研究有发现了 就是如果我们缺乏B群的状况 或是维生素低的状况下 可能会有一些发炎反应之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在平常时候补充一些 足够的一个B群或维生素低 那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 肩颈酸痛发生的一些问题或几率 透过食物摄取营养 也能够协助缓解肩颈酸痛的问题 像是颧骨杂粮类 坚果类 或是含有维生素低的补充品 另外多分类的一些食物蔬果 甚至是无糖巧克力 也是很好的选择之一 因为肩颈酸痛它跟发炎有关 所以说如果我们平常时候吃的食物 是比较可以抗发炎的 像是一些多分类的食物 从蔬果啦 那有研究也说 或是有报道也说 跟那个无糖巧克力那些 都有可能帮助嘛 那其实都是跟这些多分类 或是一些类黄痛 具有抗发炎的物质有关 不过想要缓解酸痛也要注意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碰 或是要选择少量摄取 避免发生发炎反应 变得更加严重 发炎反应其实跟这些 油炸啦烧烤也会有关系 所以如果多吃这样的食物的 形态的人呢 他确实可能体内 比较容易满心发炎 那发生肩颈酸痛的几率 当然就会比较高一些 虽然吃这些食物 或许能缓解酸痛感 但营养时也提醒 均衡饮食同样重要 另外日常生活 也要注意姿势是否正确 才不会让酸痛持续找上门 为自己的生活带来舒适便利 发炎新闻审视 林博志台北采访报导